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随着恋爱综艺节目的增多 一对又一对的CP在节目里牵手而归 合约情侣这个词语也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所谓合约就是假的,不真实的意思 恋宗节目才兴起的时候 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这种类型的节目 直到《心动的信号2》播出以后 赵奇君和杨凯文在节目里实现双向奔赴 先手而归 网友为他俩取名为奇闻CP 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在节目收官很长一段时间里 赵奇君和杨凯文依旧深受网友的喜爱 甚至成为恋宗里的天花板 赵奇君和杨凯文从参加《心动2》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他们俩在某平台的账号的粉丝量分别都达到了200万 他们因此成为了人气爆棚的网红 那奇闻CP是合约情侣吗 显然不是 他俩是真CP 他们在一起的这三年里 早已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人 感情十分稳定 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很多从恋爱综艺节目里牵手成功的CP 但不是每一对都像他俩那样甜蜜 大部分CP在节目里牵手没多久以后就分手了 令人惋惜 在这些恋宗CP里 有一对情侣十分特别 他们不是在节目里牵手成功的 并且 他们还不是同一季节目的嘉宾 他们就是为你心动CP 为你心动CP指的是你将会 妮妮和蔡林心昵称十七 妮妮是怦然心动20岁第一季嘉宾 十七是怦然心动20岁第二季嘉宾 一个是第一季的嘉宾 一个是第二季的嘉宾 怎么就在一起了呢 话说回来他们能在一起 有点偶像剧情节 十七参加怦然心动20岁第一季时 曾刚住镜头对妮妮表白 她说妮妮是她的女神 她的理想型就是妮妮这样的女孩子 刚好妮妮又作为第一季的学姐 在第二季节目第一期的欢迎仪式上出现过 这样一来 网友期待她俩在一起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等彭然二结束以后 蔡林心在自己的个人专场上就正式表白了 自此她俩官宣恋恶关系 获得了无数祝福 如今的她们正处于热恋之中 妮妮对十七的称呼十分甜蜜 她俩独处时 她会叫十七哥哥 这样的专属称呼简直太甜蜜了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情侣中 很少有情侣给对方的秘称是哥哥的 这样的称呼在旁人看来 注视有些肉麻 不过每一对情侣都有给对方取得专属称 往往很多时候 从每一对情侣对彼此的称呼中 我们也能感受到她们的关系和状态 从妮妮教时期哥哥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她们关系的亲密 一般来说 男生应该很喜欢自己的女朋友这样称呼自己吧 她们现在也已经住在一起了 开启了甜甜的同居生活 为了记录日常 妮妮和十七还特地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在该平台上记录她们的恋爱日常 另外也能方便粉丝科堂 该账号记录了她们的甜蜜相处日常 她们一起做饭的画面居多 她俩同框的画面可真甜 十七是一个特别会做饭的人 每当她和妮妮有时间享受难得的二人世界时 十七就会给妮妮做饭 每一道菜都很用心 如今的妮妮被十七照顾得特别好 十七的外形帅气 又有才华 还会做饭 这样的男生一定是很多女生心中的完美男友类型 而妮妮也不差 这俩各方面的条件都很配 希望她俩可以好好在一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